不回到家了 然後我今天逛了點間 來打開我今天逛了東西 然後我給你們分享一下 然後我現在是坐在我的這個大球球 像是我房間裡的一個角落 OK 你看我今天都買了什麼 這個東西呢 是我想買了很久很久 我從之前在廢城 就是兩三年前我就一直想買東西 一直沒有買想要幾年的東西 是什麼呢 不賣關鍵 就是這個 反了就是這個 我一直想要一個就是 穿黑膠的然後 屬於自己的黑膠肌 然後我還記得當時我在廢城的時候 特別想買紅色 但人總會改變 我覺得現在我的房間比較適合白色 我們很開心 我就是想要這個東西很久了 我記得我也有粉絲送過我 因為它是 John Mayer的黑膠 所以雖然沒有帶來 但是之後就可以 放假的時候就可以把它再過來 然後 你們覺得不覺得我需要一個魚眼鏡頭來輔助 現在的這個開箱 因為我覺得現在好像需要魚眼 然後順便說很多人來問我 有時候那魚眼下果是怎麼弄的 好了就是這個神奇的小物 魚眼鏡頭 是老師送給我的好朋友 老師 它下果就是這樣 準備一下 3 2 1 WOW 好 好 這就是我的魚眼鏡頭 然後這是我平常練琴的地方 好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我的 我的小黑膠肌 嚇死我了 喔原來它是這種材質的 我不知道它是這種布的 它是長這樣子的 我的夢想 成真 就是它 我等一下就來撥撥卡 這雖然這不是一個 就是說很專業的黑膠唱片機 但是 也可以反之我的小小心願 好 我來說一下 為什麼會突然衝動買這個東西 雖然我想了很久 但是 為什麼突然衝動就決定 就是今天我今天就要買它 是因為呢 我就是無意間的逛到了一間 就我下課之後自己想說走一走 然後 逛到一間就是外表上看起來是一個 玩具店 就像動漫店那樣子 結果我沒想到就走一走那家店很大 裡面就有賣唱片跟黑膠唱片 有一些老的也有新的 我就想說那我就買了唄 那如果我買了的話 那我是不是就要去買唱片機 然後他們兩家店正好就在同一條街上 然後這唱片機我已經看過兩次了 我都沒有買 但是 我就是先行了一步 就是先買了唱片 想說那就不行 我都買了唱片 我是不是就要買機器了 所以就是 對 但是就是我直接買了東西的過程 這個呢 OK 它的一個section整個是打折的 然後這就是其中一個section打折的 是 Lana DeRerry的一個唱片 然後 我跟你講這個更好笑 當時呢我去的時候 第一次 第一趟去我沒有買這兩個唱片 但後來我的好朋友Nina 來跟我會合 然後 然後 來跟我會合 然後他就說你怎麼會沒有買 我說我看到 我先說 喔我看到你女神的那一張 酸姐 我說你怎麼沒買 然後我沒有跑回去買 兩張就是Beatles 我就是覺得一定得用黑膠 聽Beatles 感覺是另外一個 Few 然後這張當然為什麼我要買 這張一看就是新的嘛 就是因為它是比較算是 總和的 就是他們比較 經典的一些歌 然後這張我就選了一張就是 老的 聞起來都是那種 舊書的味道 然後這一張呢就跟其他風格就很不一樣 這也是在這個打折的Session買的 這張是Kendra Lamar的 有時候就聽一聽Rap嘛 然後當然呢要買我最愛的Coleplay啦 Coleplay也是 真的是 我很愛 然後這一張也是 Cony West出的比較新 晉級的專輯 然後 我很喜歡這一首 叫Ghost Town No Mistake也很好聽 我本來就蠻喜歡這張專輯 所以我看 我突然就是也是在這個 這個打折的那個 排行榜Session上看到 所以我就買了 然後最後一張當然是 我 歡迎我老公 John Hi John How are you Hi 然後為什麼我們只買了一張呢 因為 其他幾張我有了 然後這張就是 他 算是比較 有名的 一張吧 因為 是他在LA有一年的現場演出 這整張專輯都是我的最愛 就 這個 因為他有一些時候的 Live的版本 跟他 出專輯的版本很不一樣 他自己會彈的很不一樣 所以這張是必買 對 然後這就是 張宇萱可以說 你一定把我那個重複無遍 我在警告我的簡介說 剛剛那個表情你很丑 希望他不要 然後重複五百遍 好 看來這個 剛剛太激動了 我差點把他摔倒 好 這就是我一部分開箱 然後最後我就是 在一家店買了兩件衣服 那兩件衣服呢就是 看似普通 穿起來經典全場 走進這家店裡面 我拿了兩件很普通的衣服 然後走進去 試一間試 真的很普通 然後 試試到身上都會發現 自己這種光環嗎 因為 這個顏色呢 我覺得很顯白 所以我建議所有 黑一點的同學 或者是 黃一點的同學 想要顯白的話 都可以穿上這個顏色 然後呢 但是呢 我買了之後 妮娜看到 她就說 如果你穿這件衣服 走在街上的話 不要說你是我的朋友 但是我覺得很普通的 我先給你們看 我買了 就是一件褲子 這件褲子呢 就是我一直想要 就是我心裡 心目中 有一件就是高腰的 mom jeans 然後是比較淺色的 但我一直沒有找到說 不嫌腿胖 那這件還不錯 我就是高腰的 我就缺一件這種褲子 就 你們不覺得說 有時候 逛街的時候 就會 心目中有一個 自己想要的衣服 但從來都沒有找到 我終於找到一件 我比較想要的 那種 mom jeans 比較寬鬆的 然後這件衣服呢 就是Nina嫌棄我 她說 如果你穿這件衣服 就是 跟我走在街上的話 我就會嫌棄你 這件很好看 它是 有點像 芥末黃 然後 很顯腹白 但它 就是 它這個 這個領子的形狀 是最近特別火的一個 就現在 就有點像是 Fashion 就是 一直輪迴嘛 比較流行 復古風 真的很好看 這件衣服 化好了這件衣服 怎麼樣 有沒有很顯白 看似普通 穿起來驚艷全場 穿起來驚艷全場 試播一下這個 我的黑膠肌 給你們聽 然後呢我中間是有試播了幾次 然後上一次在那個 其中一個Vlog裡面 小一就有 在後面跳舞 就很多人問我說 那到底 那首歌是什麼歌 然後是哪一張專輯裡面出來的 然後順便呢 還要給你們看我自己的黑膠 不過我自己的不叫黑膠吧 我自己的應該叫紅膠 就是我15年的時候出的一張專輯 所以上次我在那個 小一跳舞那個Vlog裡面 我們附的就是第三首 應該叫Blue Jeans 他跳舞的這個歌 我自己的紅膠呢 其實 我有聽過 但是不是用我自己的機器 我自己的紅膠長怎樣 然後為什麼叫紅膠呢 因為我喜歡紅色 然後 他們那個時候就幫我 訂的紅膠就是紅色的 它裡面是長這樣 它裡面有很多小照片 就是這一個 那我想要聽哪一首 它就有塞A跟塞B 然後 都可以 可以聽聽第一首 第一首是我的愛 都靜靜的等待 當專輯我三年前錄了 的時候呢 就是 收錄了所有 我最喜歡的 大件曲子 然后都是一些小的piece 好 播下一首的 这一首呢是巴赫的阿芬玛丽亚 我顺便可以给你们看这几张照片 这张是在废城的时候 好久了 然后这张是我那时候花了三天的时间录音 然后有各种照片 这是在哭 然后呢就是在大笑 这是在烦恼 这是在车上的时候 然后你看这是两张在哭的照片 因为我录到第二天的时候就很崩溃 然后就不知道在疯什么 就是在跳舞还是什么之类的 总觉得那个时候是看起来比现在小好多 然后这一首呢是《塔朗太大舞曲》 是我小时候非常非常爱的一首歌 这一首歌 是在《塔朗太大舞》 是在《塔朗太大舞》 拿出我们的第二章 现在是这一首 这一首呢一直都是我的最爱 没有什么原因就是非常爱它 然后是少数我可以拉到哭的曲子 就是一边拉然后一边想流泪 这首歌呢其实它本来是一首声乐 然后被改变成了很多不同乐器都可以拉的一首曲子 然后就是它也算是一首见证了不同时期的一首 每个时期都会想要拉这首歌 然后在每一个时期拉出来的感受和心情都不太一样 所以我今年其实出了两本书 这两本 然后这本就是比较偏向一些图片较多 然后就是文字上面都是比较是心情的一些就是感受 然后当时拍蜜果 然后到开乐会的一些小小的心情 所以这些照片都是秘果时期的照片 就当时有刘海 还蛮嫩的那时候 现在就已经不是这个样子了 这本呢比较不一样 所以我一直以来都想要出一本书 当时本来是17岁的时候 17年就想出 但是那时候没有准备好 觉得还没有到时机 所以就是一直拖到了18年 终于把这本书生出来 这本书就是偏文字多一点 就讲从小到大我学音乐的那个过程 然后还有遇到很多选择的时候 我心里的内心活动是什么 我这边写 18岁的我还是会继续否定自己 我相信发生的每件事情都有它的道理 只要我一直不停的做自己想说的事情 那就是对的 对 没什么想说的 就如果你们喜欢的话也可以去check it out 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